豆豉真的好一些? 想知道的話,從星期四晚9點半至11點 城寨,舊屎好一些 有我,Diane和Eddie Sir 三個鈴鐺回顧,看看是英治時代還是現在好一些 準時見吧 不過這對節目是歡迎大家封面的 記得聽Live 詞曲 李宗盛 究竟,什麼是潛意識? 人,有沒有靈魂? 社會上,這麼多奇形怪狀的狀況 催眠,多重人膠 毀上身,換膠,夢境 是否有得解釋呢? 人畫已經是科學和靈性結合的時代 心理學家又怎麼看? 我是安靜 逢星期日中午12點到2點 我會在城寨練心術中告訴你們 剛才我們休息的時候 看看我們的聽眾 但Raymond相當聰明 馬上把穆家貝這次獲獎的真正原因說出來 他說當時發生過一件事 就是穆家貝的老婆在香港打記者 原因是什麼呢? 當時的記者在調查 就是北京關係密切的香港神秘公司的商人 徐京華和穆家貝之間的秘密交易 徐向穆家貝政府提供1億美元的資金 用來什麼呢? 不是起鐵路 是打擊反對派 打擊津巴布韋的泛民 和津巴布韋的黃絲帶 和津巴布韋的何俊仁 這樣就確保穆家貝在大選裡面連任 為什麼呢? 就是以換取當地開採鑽石狂 這個就是他給美國聰明 美國就用來用去 不是CIA 就是這些所謂的軍方的情報人員 去收買那些軍隊 然後就干預內政 就是坐大某一些軍閥 但是中國就不是 中國表面上就是和平友好 無論不干涉別國內政 亦都不搞侵略和平崛起 但實際上就是佈滿了這些姓徐的商人 投資1億美金 哪裏有保守 就是警止軍閥 所以你看到很多這類 你一看到在蒙古開採石油 在基內亞的佛木突然間那些女商人 捐錢給一些政黨 在香港 那些你一定要小心 告訴你那些大部份都是keeper 包括牽涉到落後國家 第三世界國家的能源 抗產 木材也是抗產 很多這些投資 其實他們都是一個所謂front man 所謂keeper 就是馬攬裡面那個看門口的導友 實際後面是黑社會投資 是操縱著這些 所以你想想 他放得1億給穆加貝連任 那就肯定瓶巴布衛就維持到和平 是 國際反腐敗監察組織去年指出 徐京華捐1億元給瓶巴布衛情報組織 CIO 進行代號蜘蛛網的秘密行動 以提升組織情報收集能力 打擊包括總理吉拉伊在內的反對派 徐京華背景神秘 美國國會報告指 徐京華2003年在香港成立一個中國國際基金 並建立一個神秘跨國際網絡 叫做Queensway 表面上是私人公司 實際上是替中共做事 除了穆加貝本人之外 他的妻女也曾經在本港居住 女兒波納 本港城市大學畢業 修讀期間入住大埔豪宅 就是成龍的那個 妻子格雷斯2009年在香港購物期間 得滿英國泰文時報記者追訪當街毆打記者 並在記者面上以鑽界劃出狗道傷痕 即是鑽石也很大顆 應該是 格雷斯當年在香港毆打記者的時候 證詩黃仁龍耳 有外交豁免權和不受刑事檢控的特權 決定不予起訴 他是外交人員嗎 為何要有外交豁免權 可能就是穆加貝給了他的身份 原來他是一個外交官的身份 所以這個孔子和平獎 我覺得以我們香港人 如果用689的說法 不能夠與時並進 也不太知道新常態 所以這些叫做下從不可與兵 見識少 我覺得金正恩不會 可能是藍蘇丹的軍閥 血傳除了津巴布還有江果 我貼的是江果民主共和國 凡有民主和共和國都是獨裁的 很大機會 江果民主共和國的總統 可能有機會拿到孔子和平獎 但是這次穆加貝真的很不給中國面子 他不去拿 對 他不去拿 很老了 叫一個女兒來 他女兒還不知道是在香港 不知道 但是最好笑的是 他去跟中國大使館 表示 多謝你給我獎 不過我也不知道有這個獎 從來沒有留意過 你有這樣的孔子和平獎 都不知道你搞什麼 然後中國大使館的反應又很有趣 他說這個主辦機構是跟我們無關的 就是民間組織 等於捐錢給穆加貝勝除了商人 一脫法出來他都說是無關的 其實都是CIA的邏輯 即是那些黑暗的公司 一揚黃了就沒有關係 這個跟美國政府無關 Dishown 一湊袋就Dishown 但是對非洲人來說 孔子華平獎和孔子學的學院都在一起 大家不要以為孔子學院 只是在美國 德美洲和東南亞 非洲都有很多 照計這麼多人 對 孔子學院 因為他要將中國文化的影響力 遍佈全世界 其實不是中國文化 是共產黨的文化 對 就是取代法國文化學協會 戈德學院 和英國文化協會 所以就叫孔子學院 所以對非洲人來說 孔子華平獎和孔子學院 可能是同一件事 所以他跟中國領事 去道歉說我沒有空去拿獎 是有原因的 對 又或者反而中國領事自己都搞亂了 很亂 究竟怎樣 這是孔子學院 還是孔子華平獎的組織 講解非洲 你知道澳門和非洲的關係 曾經很密切 因為莫三秘級 有幾個安哥拉 其實都是葡萄牙的殖民 是 以前在澳門 有些運動會 前葡萄牙殖民 參加 例如巴西 莫三秘級 安哥拉 但是我想 1999年之後 澳門和非洲的關係 就開始慢慢變 因為曾經 其實你知道澳門 在葡萄牙的殖民過程中 他們先去了非洲 然後很多去澳門的殖民 跟殖民地的人 都是非洲人 或者是非蒲混血 所以你看到澳門 他有美菜叫非洲雞 就是在葡國菜 跟大航海的時代有關 澳門今天已經離開殖民地 那麼多年 在陳佐義的眼中 澳門就是一個 簡直是去殖化的成功示範 也是因為他跟北京關係良好 所以經濟發展十分之好 但是澳門真的不避免 陳佐義說完無奈 就又多執了兩個賭廳 就是禁沙賭場 又撿了兩個賭車 澳門賭協 差不多已經低迷了兩年 我想最灰禍首應該是習近平反貪 有很大的關係 所以就因為捉貪官 他現在捉到什麼 走了百多萬都捉回去了 很多人害怕 即是連這些小東西都捉了 百多萬捉了 一間茶餐廳 東莞銀行行長 分行行長都不止 還有幾個億 所以我覺得澳門賭業蕭條 就是反貪的情況 你看到澳門現在 政府收入都少 所以我想沒有什麼錢牌 現在澳門搭車很容易 米芝蓮一粒星那些 二粒星那些 三百多元一個午餐 很值得 因為我前一陣子都去澳門做過 一些澳門的朋友都說 即是他們親身經歷的澳門賭廳 即是那些VIP房的 生意跌了 即是跌了 即是去年同期 是跌了九成 即是很嚴重 因為你看到新聞報道 那些人跌了一半 或者那些賭業股 價位跌了多少 但真實的環境 尤其是那些VIP房 那些才是最大客 那些人在外面拔下老虎機 那些是搞笑的 那些是很少的 三邊三邊的 喊那些是搞笑的 真正是一個賭廳 其實制度是這麼運作的 向賭場承包了一個賭廳去做 然後下面就養著一群 叫做搭馬仔 搭馬仔也是叫做 拉賭客過來 就是用一個折扣的方式 去批一些籌碼給他 讓他拿一些泥馬去賭 然後那些泥馬要去完賭桌 賭完之後 才可以兌換現金的籌碼 你留意一下幾樣東西 現在一個很特別 我想香港人對賭業的理解 不是這麼清晰 其實他以為真是一個 Entertainment Business 絕對不是 他是一個中國地下金融 洗錢 不是洗錢 只是他一部分 他現在變成這麼嚴重的原因 是跟中國經濟出現了這個 就是 倒退 倒退 還有反貪有很大的關係 但你知道中國在2008年之後 是瘋狂地引人治 他那個量化寬鬆的程度 比美國更厲害 香港所以你產了多少交野公園 你蓋樓都搞不定 原因是因為大陸人的錢沒有地方去 他有兩個地方最容易的 你一個來香港炒樓炒股 另外一個方法是去澳門賭 然後再洗一轉 當境外資金入分 譬如我是一個金融機構 我收到這麼多錢 我怎樣賺錢 我沒有可能借到這麼多錢 放數都放不了 因為你的政策性貸款 你又指定給我的貸款 給那些國營企業等等 但民間的很多中小企 是借不到錢的 開始就形成了黑市利率 即是黑市融資的市場 這些黑市融資的市場 這些錢是怎樣來的 其實都是來自政府人的銀子 只不過他流入去那裡 在民間就轉了幾次 他轉的方式有幾樣東西 其中一個就是去澳門轉一轉 在澳門轉完之後 進去的時候 他就明正言順 當是境外資金的進去 人民幣離岸中心這些 所以中黑市利率離岸中心 他進去的時候 其實是做一些高利貸放鬆 所謂民間融資的活動 越是經濟差 這些民間融資的需求越大 譬如溫州的小生產商 是吧 他轉不到 正常的途徑就借不到錢了 借不到的 他們一定借不到 即是他不會借給他 所以唯有是民間融資 就是走這些黑市利率市場 而澳門之所以過去 你留意一下 最近我看周刊說的 賭廳倒閉 走數是二十多億的 即是說那些人放在那裡的存款 放在賭廳那裡的存款 是二十多億的 即是銀行的規模 你真是很難想像 澳門有這麼多賭廳 一個隨便一個賭廳 名字都不是很出名的 旦散賭廳 都在說二十一億 如果加上那些大東西 可能是幾百億 你想想他的規模 這個規模是多大 而那些錢 如果純粹是貪官污吏的錢 是沒有可能支持得到澳門 這種荒誕的一種經濟增長 只是他成為黑市利率市場的避風港 或者是票白的一個過程 所以香港的那些陳茂波繼續出來說 我們要開發這個 包括梁錦松也是一樣的 我們要想想這個 人民幣來安裝 不是 郊野公園和住宅土地的比例 可以反過來 山明水秀好一點 就是這個貫絕樓家 這個你建多多樓都搞不定 等於澳門一樣 這麼多賭廳都可以吸收到那些資金 可能是多大 即是下來香港買樓的資金 你想想想一個在教育學院的內地學生 一個假扮的公安可以騙他六十多萬 真的離譜 你想想這是什麼學生 第一 公安說你犯了事情 你就馬上相信 然後就磅了 還要磅到那麼多錢 跟二胡夫婦一樣 我都不明白 為什麼他們這麼有錢 但是這麼怕內地公安說你犯了事情 可能錢是怎麼來的 但是一個普通教育學院的女生 好像六十多萬 很輕易的 打電話就拿六十多萬 這些錢對她來說 真的沒有概念 所以你說澳門新豪影匯 即是八字摩天輪 八字摩天輪 八字摩天輪 究竟為什麼還這麼把炮 可以用250億投資 現在鋪天蓋地就是 請到荷里活 即是四大天王 北比特 Brad Pitt Dicapio 馬田史高西斯 這個更厲害 直接教了呼吸 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 還有 四個 是吧 還有 羅伯德里奧 是 羅伯德尼奧 即是老中青三代殺光 是 還有麥當娜演唱會 不是 那個是Mariah Carey 還有請到韓國一隊組合 叫C-Star 我不認識 我不認識 但250億 是整個投資額 但她今晚搞這個開幕禮 她找了馬田史高西斯 拍一部微電影 即是找剛才那幾個巨星 給她的酬勞 拍了這部片 史高西斯的電影 5.5億 5.5億 拍了這部微電影 微電影 半個小時 然後每個主角 那幾個巨星 每人1億 遣藏 大哥 我們收工不要做 這色機會不是屬於我們的 大哥 真的是 大哥開到那個 一億 為甚麼 總共四個人 馬田史高西斯 5.5億 其他三個人每人1億 加上8.5億 接近10億 那你就賣廣告 宣傳 今天幾多的報紙頭版 是廣告 是新浩影會的 廣告 之前有看過TVC 也是新浩影會的 我扔了多少錢 就算是10億左右 只是搞今晚的 但沒有客人 你問我 第一大陸佬 就連馬田史高西斯 是誰都不認識的 是嗎 是 馬萊·卡瑞 我想認識一點 是 是 Brett Peet 可能比較好 Brett Peet 應該知道的 Robert De Niro 不認識的 對他們那個年代 Taxi Driver 那些還沒看過 是 是 Decatfield Decatfield一定認識 是 那套電影大陸可以收到 是 但是你想想 他那裡 根本上他沒有 我就不明白 如果他的賭廳已經開始落落 就還倒閉走 是 我真的不明白 他不是想轉型做這個Entertainment Business 還是放一些訊息出來 其實大陸佬在後面 要他放一個訊息出來 都是一個好友 好景 其實是沒有什麼的 因為每天都說 他什麼 補不到7 然後他死兜 如果是這樣的話 大陸佬就放一些貪官出來 就可以了 把那些賭場裡面的鏡頭 全部封殺他就可以了 就是專影貪官 對 對 就是 這樣也不行 之前習大大打探 大家都這麼行 現在很快就有五中全會 五中全會之後 好像已經有 插旗佈局 所以 我猜就是 會不會是 想衝起一下 因為這個也是何鴻生的兒子 然後何猶龍 這個項目 對 對 以他來說也是 這個 什麼 擔正的 一個 表演時間 對 不擔正這部 不用擔正下部 哈哈 但是這樣又好笑了 如果知道 跟這個五中全會 贈慶 但是在澳門搞 是不是有些搞笑 為什麼不在北京 還有我覺得 其實衝不起 原因就是 澳門的成語敗都是政策 它不是一個所謂的 而不是因為他自己做得特別出色 而是說大陸那些資金太多 錢需要有出路 其實香港的樓市 和澳門的賭業都一樣 所以我覺得 就算你搞十億二十億都沒有於私 我不知道你認不認識朋友 多去澳門看show 我認識他很少人去澳門看show 很少而已 雖然其實有些show 香港沒有的 澳門才有 而事實上 澳門的表演場地 其實是很好的 很專業 很大規模 很專業 那些器材是很好的 那些軟件可能差一點 看看 如果當地人沒有什麼 但是 那些硬件配套是很OK的 但是 但是 市場不是他自己的 所以整件事 我覺得很詭異 很詭異 剛剛一直都在說澳門賭業 一直都在說收縮收縮 但是現在有個大好友出來 扔這麼多錢 完全不像是一個做生意的行為 我覺得這個真的像是一個公關show 但是他幫哪個公關呢 是不是幫中國政府 我想可能幫澳門政府 多一點 幫中國政府就不像 我覺得 第一中國政府就是找宋祖英 怎麼找馬田斯高西斯 找一些李冰冰 范冰冰 黃曉明 這個我覺得不適合 為什麼全部找美國和理會巨星 最近這個 中國政府和美國 TTPP 那些 現在今天又什麼 南海派軍南去 美國派軍南去 我也說他遲早了 因為菲律賓也是美國派軍南去 他就是在測試一下解放軍 敢不敢動他 那你還不去找美國的巨星 他剛剛才跟英國那麼好 不找英國巨星 當然 沒有什麼巨星 有的 尖士方 碧銀用了 給威尼斯人 又用了嗎 已經用了 對 碧銀的威尼斯人 對 威尼斯人 他們是很厲害 他們是世界級的 我想香港也沒有這些 投資規模的東西 那也是 你想想香港在娛樂事業裏面 大規模的投資已經沒有了多久 你不要說 就算是官方的旅遊投資 最後一個也是 迪士尼樂園 哪裏有其他的東西 哪裏有新的東西 老實說 之前不是說 揚州搞飯 是整個 建立市世界紀錄大廚 四十七 用什麼這麼辛苦 用這個 這些行不行 最豪氣的一個 開幕禮 可以不可以做一個 那就是搞一個老董 記得嗎 維港巨星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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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老鼠那件事 剛才是港柱 但是這個他搞得成 真的找了 Bred Pitt Bred Pitt今晚沒有去 在開電影 因為在拍電影 沒有空去 Dicaprio 羅賓地魯那些 真的有去的 我想他們也是 因為打算大陸市場 對嗎 也是 你想想現在很多這些 荷里活的影星都希望 能夠他們的電影 可以打到大陸市場 那也是 那些 下一部電影都 十幾個億 十幾個億 這樣的交頭 那你最主要就是 那部電影能夠上到 那中國政府 就要求你這部電影 又要改一些內容 加給他們的東西 所以為什麼 我最近看了這個火星任務 就真的有一個 有一個中國科學家 不知道是不是給錢的 何止 救回他們 他有一幕 是射 頂河 對 射太陽神的火箭 真的倒數 五十三二二 頂河 那一下我真的笑了出來 從中國太大了 真的挺厲害 所以我都說 中國人都挺悲哀的 那些農民 就辛辛苦苦去非洲 去賣移烏小商品 賺這些錢 現在政府 就不斷把那些錢 大塊大塊枯出去 是吧 四千億面不改容 送到英國 是吧 你還沒計算那些非洲 那些體育館 那些超級碼頭 那些什麼 很多還要送給那些 穆加貝斯人 是 剛才說一億 無厘頭的一億 那個鑽石礦 開彩團 所以這些就是這樣 扔出去的錢 就是要集體嗨 即是要PR 集體嗨 澳門有沒有這個效應 我也是有的 但是你說 是否可以傳到內地 令到他們吸引他們 來澳門 去消費 洗錢 賭錢 我覺得是不會 有沒有那些能力 根本都沒有水 首先他們 我想他們不是那麼國際化的 大陸佬 大陸佬那股國際化味 是假的 但是他們是趨之若霧 其實這些人 不是等於 一個是LV 一個是Visace 一個是怎樣 等於他們 把名牌全都放在身上 現在 嘩 現在澳門這個地方 可以吸引到這些 荷里活名牌過來 我們 嘩 那有何難度 等於廣州 你也可以找到 我也是 羅賓盧在踢 踢跟騰彈 你現在還說 我要看中這個 敵比可以嗎 可以 開個價錢就可以了 萬聯都不用它 敵比也收了 對 以他們那個 我絕對不會懷疑 是 包括習近平今次去曼城 我猜很快曼城 在全中國開足球學校 然後就推阿古路 那些球星 或者是退下來的 馬迪 表現不好的那些 太利 推去大陸教 或者推去大陸踢 那些槍屎 萬成那些踢得不好 那些爺爺托尼 那些 再優的那些 推過去大陸踢 接著就 搭著萬成足球學校 一起賺水 偉拉那些可以過去 偉拉高層來 這個就是 就是所謂中國模式 但是問題就是 你要兩邊吃 很困難的 當你直接進入中國市場 就面對另一個遊戲規則 就是迪迦比奧 有沒有拍過一些 反華的電影 跟著這個 達達拉拉麻 是不是你老友 是 達達拉拉麻 變得很敏感 你知道嗎 因為那些Richard Gere 就永遠進不到大陸 就是羅伯迪利奴 不知道是不是達達達拉拉麻 那些朋友 如果是的話 又是麻煩的 所以你說 藉著這條水進去大陸 我就不會 他們自在就是什麼 有水藥袋 這些叫做easy money 我覺得真的是easy money 拍一部微電影 你說半個小時 或者可能更短 也不是馬田施菊西斯拍的 怎麼掛名字 這樣收到五個億 你知道現在中國 宣傳的公關費用在全世界很厲害 他們在贊助一些計劃 你留意一下Discovery Channel 有個節目叫China Hours 一看就知道是廣告 跟著CNN都有 是 現在很多這些PR的計劃 在國際傳媒裏面 那我也用什麼 下一部電影 如果馬田施菊西斯 就直入式 裡面說中國足球拿世界盃 反正真實拿不到他 就自騙一輪 無間道義 你要記住 大陸人的現實生活裡面這麼痛苦 你看到那些人 發達的就永遠不到自己 社會大陸好像很繁榮 就是這樣 持有保馬也多 持有賓士也多 持有保時捷也多 持有保時捷也多 但是你永遠不到自己 那你怎樣去騙 習近平是聖母 精神勝利法 對 精神勝利法 你看英女王全家總動員來 南瓜超 招呼 招呼習近平 你看到英國拿多厲害 當年鴉片戰爭的恥肉 一整個就搞定了 那就騙完了 但問題是騙完了 你想想那4000億的錢 從哪裡來的 那些就是中國的民資民工 比穆加貝那些就是中國的民資民工 我經常都不明白 為什麼那些人的錢 是不會這麼想的 他是拿著你的錢 去威脅那個人 然後幫自己造勢 但是做了一個勢之後 就會令你興奮 那就算是 這個就拉不到去新豪這裡 新豪拿了賭客的錢 給了馬前史高西斯 然後幫自己造勢 問題就是這樣 你賭客會不會興奮 我覺得是不會的 賭客應該是不會的 我覺得賭客是很實際的 其實是 他不會因為你聘請了 Brad Pitt 聘請了Leonardo DiCaprio 他真的會光顧你 不會的 那些賭客 原來如果有一個VIP的身份 或是怎樣 一個List這樣可以 走去跟他們握手 甚至不會 我一直都很崇拜 有一個叫洗米華賭廳的廳主 他是用最少的宣傳成本 而得到最大的宣傳效益 就是坐著女生的大腿那個 對 我就不明白 為什麼《蘋果日報》的娛樂新聞系統 包括以前的《惟州》 《一州刊》 是這麼喜歡報他們三個人的東西 即是洗米華和他兩個老婆 一個老婆和另一個女朋友 Mandy Liu 你想想過去那三年 你對澳門賭廳聽主的認識 最厲害最厲害就是洗米華 其他的人你不記得 你不知道他是誰 你想想同樣的Marketing 在大陸 他們喜歡看香港的娛樂新聞 一樣會認識洗米華 接著他去哪個賭廳賭 一樣的 那他就說去洗米華的廳 但你想想 他養著一個Mandy Liu 跟一億東西 請這三個天王 還有五億半 請馬園士高西斯 誰的那個sustainable 明白嗎 成本效益 對 這個就是放煙花 明天就不會有人報 你想想 洗米華 只要他繼續 繼續坐大腿 繼續跟Mandy Liu在倫敦出現 然後回來 就穿同一雙球鞋 跟他老婆去逛街 這樣就搞定了 年年戲 這樣就能給你一個故事 給你一個故事 你記得自己寫 然後又見步 你想想 如果你計算空間 他出現在傳媒的時間 我估計是超過一億的價錢 是 即是洗米家族 還有現在的小孩子 寶寶 大了一點 又可以繼續推出來 小朋友的肚子 那他就是長做長友 是 他也是做娛樂的 太陽城娛樂 是 以他來講 自己出來做一個品牌 我覺得他全贏了 如果讓我選擇的話 應該是由何游龍自己出來 好像結婚了 這樣的話 沒有結婚也有女朋友 就是因為洗米華結婚才這麼慣 搞這些新聞 就很過情 他那部電影叫做什麼 五億半的那個叫做什麼 那部《選國風雲》 那部微電影叫做 《選國風雲》 是 即是他有一個故事 他是那幾個人 即是馬來小西斯 就在澳門開電影 接著那三個都會成 就是Casting Casting Casting的過程 或者Casting break的時候 大家互踩 互串 最後都是找Brad Pitt做 但Brad Pitt最後推了小西斯 是一個感無聊的故事 大哥有什麼賣點 我不知道 和賭場有什麼關係 就是 直入息 整個場景都是 我知道 在他那裡拍 對 有幾條巨星的樣子 在那裡 但你的故事不行 是 我能願找恩子丹打敗太神 好過了 是 還可以 起碼被人摩擦 摩得來也有聲音 恩子丹不夠什麼 對 不夠國際性 比起這些 就差一點 但香港很慘 其實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資助 去拍賭城風雲 或者是拍賭片 香港的賭片 香港的賭片 香港的明星是領不到這些 不要說香港 拿不到這些價位 有一個 不是 郭富城 今次都有去的 不過他收了1000萬 算是很少的 但還是去一去 收了1000萬 就是這樣看 嘩 厚囚 但比起那些 真的看不起 我覺得完全是侮辱 對於郭富城 是一個侮辱 而郭富城 是香港的天王 天王級 這樣被你侮辱 沒有辦法 可能是郭富城很矮 可能 Decatrio 也不是很高 但是別人自己是國際級 還有小西斯也很矮 應該差不多 但我發覺很奇怪 我乘地鐵的時候 那時候我聽到有人說 那些是誰 事實上是有這樣的問題 他都放在地鐵燈箱 就是每一個單獨出的 我想 Black Pit和那邊哥一定認得 和Decatrio一定認得 但是 我相信馬田史高西斯 認得的人很少 可能認了他活地亞倫 可能當他是Woodie Allen 那些人不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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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聽過的名字 但是很多香港人 都不知道馬田史高西斯的樣子 那些人不認識 因為他不是一個娛樂物 不是經常出鏡的人 所以我覺得 不知為何 我覺得這些像是末日先兆 真是很詭異 這件事 跟很多猴子走到慈雲山學校 一樣很詭異 50隻 差一招 50隻走到慈雲山學校 真是詭異到這樣 但是更詭異的 可能是說一個 大家是不可以留言 不可以和他做朋友的 一個Facebook account 似乎是一個幽靈的 account 沒錯 我們休息一會 回來介紹這個幽靈 account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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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